在外人看来,现在我的处境实在有些尴尬,酒会大厅的中央,我独自一人,而对面站着我结婚三年的丈夫,和挽着他手臂的女朋友兼秘书断碗,看到没,小萨儿来宣誓主权了,够不要脸的。 你也别这么说,说不定用不了多久,那位成了正主,咱还得上赶着八戒。旁观者的窃窃私语,清晰地传入我耳朵,我低头看着杯中酒,笑了笑,接着便提不潮,两人走过去。 宋伯俭像是怕我像以前一样伤害断碗,下意识将他拉到身后,沉眸盯着我。 我没在意,依旧笑着,给你打电话一直不接,既然碰上了,我有些事想跟你谈谈。 宋伯俭审视着我,我以为我们除了那件事,没什么好聊的了。 面前的男人,与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跟我告白时的样貌,变化不大。 但我快想不起年少时的宋伯俭是个怎样的人了。 我正是他,无奈地叹了口气。 就是那件事,说完又看向断碗,借你男朋友一点时间。 宋伯俭注视着我,像是在判断话的真假性。 他最终还是跟我上了二楼的客房。 走到最后一阶时,脑癌作乱,眼前一阵眩晕。 我差点踩空,手背及时扶住,怎么还跟以前一样,不知道看路。 宋伯俭语气是少见的温和,还带着一丝经久的熟人。 我不动声色正脱开来,客气道。 谢谢。 身后男人的身影再次顿住。 律师已经等了很久。 我将重新你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 因为你是出轨过错方,画到我名下的房产要多些。 你看看有意见吗? 多要些钱过来。 在死前造光,也不算亏待自己。 宋伯俭目光落在最后一页我早已签好的签名上,许久没出声。 他捏着纸张的纸腹用力到发白。 半嗓,才哑声开口。 是我对不起你。 我待于跟他纠缠。 在他灼热的目光下,我眼皮也没抬得恩了一声,认同。 是啊,是你对不起我。 宋伯俭落笔时,不慎将他捏断。 我向律师示意,随口笑道。 没关系,我这里还有备用的。 宋伯俭签完字,似乎还想跟我说什么,但断碗来了电话。 他匆匆忙忙地走了。 就像此前两年里,每一次为了断碗将我丢下一样。 我拖着腮,百无聊赖地看着那打离婚协议。 不合时宜地想起第一次提出离婚那天。 瓢泼大雨,我肩膀被淋湿个透彻。 怀中带给宋伯俭的生日礼物,却完好无损。 但试图缓和关系的心思,在见到断碗出现在家里时,彻底熄灭。 我惊讶地看着两人,故作轻松地一笑。 是全市的酒店都满了吗? 还是你们俩为了找刺激才选这里啊? 断碗眼眶瞬间就红了。 宋伯俭揉着眉心,疲惫不已。 从万省开会回来,车子在附近抛锚,他脚腕受伤了,才暂时带他回来的。 石青,这也值得你疑神疑鬼。 我笑着将手中的钥匙摔在他身上。 装什么呀宋伯俭,说得好像你们俩没开过房一样。 断碗像是听不下去这些刺耳的话,崴着脚就要站起来离开。 是我不该出现在这里,我先走了,宋总。 他像是忍着巨大疼痛一般,渲染玉气的神情,的确我见有脸。 宋伯俭沉默地将他扶回沙发,淡淡地看向我。 你非要做,也随你,但软石青,需要我提醒你。 这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谁走谁留是我的权利。 无论结婚还是离婚,你都不是这里的主人。 我任由指尖陷进肉里,才能忍住不在两人面前哭出来。 我将手边一切能拿得动的东西砸向了两人。 宋伯俭第一时间将断碗护在怀里。 好啊,不就是想让我离开吗? 没问题,但我告诉你宋伯俭,想让我离婚是永远不可能的。 我可以跟你耗一辈子,他永远都会是小三。 那天我跑出门的时候,车钥匙也没带。 淋了好久的雨,都没把我脑子里对宋伯俭的偏执冲散。 再后来,我和宋伯俭总是在大吵大闹或者故作客气中彼此折磨着。 去年我们换了一栋房子。 宋伯俭付款后,我往他卡里打了总额的一半。 什么意思,他看着手机的提示信息,我叹了口气,玩笑道,这栋算是也有我的一部分了吧,加上我的名字。 不然到时候,你又因为断碗把我赶出去。 宋伯俭在红灯前,猛踩下刹车。 他偏头,认真地看着我。 我不会再让他来我们的家了。 时清,抱歉。 那天,我始终欠你个道歉。 我靠在副驾驶上打了个哈欠,闭上了眼。 困了。 现在,我终于愿意放过宋伯俭了。 但离婚前,他忽然反口。 奶奶病危了。 他生前最疼你,是清。 帮我陪奶奶走过最后半个月,我答应和你离婚。 我没想到有一天,宋伯俭会用不离婚威胁我。 就像是角色调换。 以前都是我死拽着不放手的。 好。 我答应还有一个原因,是宋奶奶真的对我很好。 他猜到了宋伯俭出轨,因着对我的愧疚,对我越来越好。 宋奶奶最后半个月是在家里度过的。 我答应陪宋伯俭演戏,有些事却始终没法松口。 我给阿姨打个电话,让她过来帮我把客房收拾出来吧。 宋伯俭摁住我的手,神色紧绷。 分房睡。 你让奶奶怎么想? 我正开退后一步,平静地抬眼。 我真没办法跟你躺一张床上。 宋伯俭,我嫌你脏。 宋伯俭脸色一瞬间煞白,手也不由地松开。 我已经跟她没那么多可说的。 继续朝外走去,边拨打着保姆的电话。 身后声音缓缓,透着浅浅的无力感。 我睡地板,别让奶奶多想。 我停下动作,思考几秒后,同意了她这个建议。 宋伯俭张了张嘴,半嗓,还是问出来了。 为什么忽然同意离婚了? 你。 你不是说过。 她深吸了一口气,才继续道。 你不是说过要和我纠缠一辈子吗? 我回过头,看着眼前已经被我完全剥离二十五岁以前滤镜的男人。 心绪稳定得不行。 因为我不爱你了,宋伯俭。 宋伯俭垂下的手蜷缩了一瞬。 这是她难过的表现。 但我想不通,她在难过什么呢? 明明先放弃爱的是她。 既然不爱了,那你对我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 我没必要再跟你纠缠下来。 最主要的是,我已经没多久活头了。 跟你浪费,不值得呀。 宋伯俭的爱意消耗殆尽,也是有迹可循的。 段婉出现后,她不动声色地将重心转移到公司。 不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多。 甚至连她和段婉在一起的时间节点,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只记得病情第一次发作时,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那段时间,我不理智地像个疯子。 宋伯俭将礼物推在我面前,接着一言不发地起身。 又要干什么去呢? 我冷笑问她。 宋伯俭无奈地看了我一眼,似乎已经对我的冷言冷语免疫了。 你不是喜欢吃糖醋鱼吗? 这两天,我跟着视频学了学。 今天给你做。 我沉默地垂下头,拒不承认,我因为这点温存,心绪再次起伏。 没有办法。 这时的宋伯俭和十七岁时太像了。 十七岁的宋伯俭于我前二十五年而言,是所有人无法比拟的白月光。 是在我因为孤儿身份,穷酸的外壳被所有人嫌弃下,唯一一个走到我面前,将我拉出可怖的深渊的少年。 我故作漫不经心地走到厨房。 你会不会呀到底? 我看着手忙脚乱的宋伯俭,冷冷地瞥了一眼。 做糊了的,我可不吃。 他将我赶出厨房,语气执着。 我会,你乖乖等着就是了。 我坐在餐桌前,百赶交替。 几分钟后,厨房的动静停了下来。 宋伯俭匆拿起了大衣。 我心底窜生一股悲凉。 定定地看着他。 你又要去找段婉事吧? 他抿紧了唇。 他出车祸了,现在没人照顾。 我恍然大悟呕了一声。 有些惋惜。 没被撞死,可真是太可惜了。 那是宋伯俭第一次怒不可遏地冲我扬起手。 我颤抖地笑着,朝他走近。 宋伯俭啊,我真想看看,你能为他做到哪个地步。 那巴掌终究没落下来。 他失望地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阮世青,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恶毒? 我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本来就是这种人呢。 宋伯俭语气漠然而决绝,像是为了断网故意报复我一般。 因为是孤儿,才会产生这么畸形的心理。 他挑出个激潮的笑,随即利落地拿起大衣快步离开。 任由我在身后崩溃地将所有东西砸个粉碎。 最终在一阵头晕目眩下,倒在狼藉中。 再次醒来,已经是深夜。 我从地板上坐起来,屋内空无一人。 那次之后,我和宋伯俭的关系再也没有缓和过。 他也很少回家,在外将断网宠爱到了极致。 我曾以为,我们会这样下去一辈子。 奶奶和宋伯俭同时住回来那天, 我将处方药小心收了起来。 我实在不想看到宋伯俭得知此事后流露出的同情。 虽然他也不一定会。 断网吃相太难看了。 似乎是怕我和宋伯俭就情复燃,不放心他。 借口送文件来了这里。 宋总,我手机没电关机了, 可以在你们家冲一会儿吗? 我不会打扰你们的。 我坐在客厅,听得一清二楚。 只觉得没意思。 两年了,断网还演得这么小心翼翼。 余光中宋伯俭皱了皱眉, 没立刻答应。 直到断网尖色一笑。 没关系,没关系, 不方便,我离开就是了。 就是外面现在下雨了, 可以借我十五块钱下楼买把伞吗? 宋伯俭皱偏头看向我。 我却注意到奶奶自己坐着轮椅出来了, 立马起身走了过去。 断网还是被墨许留了下来吃晚饭。 饭桌分为格外诡异, 直到断网末底扔开筷子, 众人抬头。 宋伯俭皱立刻推开椅子, 去扯他的手。 你什么时候吃虾了? 我瞥了眼他面前零星的几个虾壳。 海鲜过敏,自己不知道。 断网气若油丝, 我以为吃几个没关系的。 我挑着筷子, 无声笑了一下。 眼见断网要晕过去了, 宋伯俭皱立刻抱起他, 要往外面走。 阿简,身旁的奶奶历声叫他。 他才终于像是想起 还有两个人一样, 回头神色不明地看了我一眼。 别太计较。 他,他海鲜过敏很严重。 我神色未变地继续包下, 像是没听见一般。 关我什么事呢? 以前为了断网扔下我时, 也没交代。 现在报备不觉得讽刺吗? 奶奶在保姆的照料下早已睡下。 索性没事, 我拿着宋伯俭的卡出去打算消费一下。 但忽然烧起来的热度, 加上激烈的偏头痛, 不合时宜发作。 时刻提醒我是个时日无多的人。 我只好中途折返去医院拿烫药。 若大个京城, 无数所医院却还是被我遇上了宋伯俭他们, 也不知道两人去干了什么, 才能来得这么晚。 急诊室另外一位医生不知道去哪儿了, 只剩一位。 宋伯俭将怀里的断碗放在椅子上, 走近。 你来医院干什么? 我一去看病啊, 在他审视的目光下耿住。 双手插在大衣兜里, 笑着反问。 你怀疑我跟踪你们呢? 宋伯俭不答, 算是默认。 如果不是他拖着不领离婚证, 我也不至于还在这里跟他们纠缠。 我收回视线, 取了号。 有点滴烧, 正常来看病而已。 宋伯俭, 考虑给你女朋友开家医院吧, 别总疑神疑鬼的。 我轻省一声, 就要进诊室。 不远处的断碗忽然大口呼吸, 像是快要窒息。 我疏然被拉住手臂。 下一秒, 额头上贴上一只手。 我触电斑避开, 后退。 干什么? 宋伯俭声音有些尖色, 你没有狠烧, 情况也不是很紧急。 所以, 你能不能等等, 先让断碗检查。 我听着自己平稳的心跳声, 他终于不会再为宋伯俭伤心了。 我站在宋伯俭够不到的地方, 毫无借地一笑, 晃了黄手中的挂号单。 按照南映顺序来, 宋总。 夜晚, 宋伯俭回来时, 我也刚躺上床。 有没有退烧? 我头也没抬, 躺下背对着他。 宋伯俭有些无措。 石青, 我去给你买点药好不好? 很没劲。 我不得已出声, 真不用了, 谢谢。 他站在床那边, 没有任何声音。 在我刚犯起些睡意时, 身后再次传来声音。 你好像变化很大, 我难得被逗笑, 坐起来了些。 你喜欢看我以前撒泼指着你和断碗骂的样子。 他也扯出个色然的笑。 你现在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就像。 我直视着他。 就像什么? 宋伯俭没再接话, 我却知道他的意思。 就像是个将死之人, 死前的大车大雾。 宋伯俭嘶嘶嘶在地板上铺被子的声音, 彻底扰去我的睡意。 我索性拿出手机回信息, 其支援最后一句是两秒语音。 我刚想点转文字, 却不小心点成功放。 晚安,姐姐。 清朗的男生传到屋内的每个角落, 身后的声音也随之停了下来。 我有些尴尬。 他是谁? 这些年, 宋伯俭越来越沉稳。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力气这么大的时候了。 其实不过是复查时认识的另外一位癌症患者。 在我看来, 其支援很可惜。 他才大三, 在校拿奖无数。 但即便这样, 他也没有因此萎靡不振。 而是积极抗癌, 甚至鼓励我治疗。 阮世青, 我问你, 你在跟谁说话? 他将屋内所有灯打开, 站在我面前。 也让我看清他紧紧握住的手, 像是在拼命压抑什么。 头又开始疼了。 我没精力应付他, 有气无力地用被子将自己裹起来。 宋伯茜, 自己出轨就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脏, 怀疑什么大可以自己去查。 就算我移情别恋, 也不会让你在婚内抓住把柄。 宋伯茜猴结滚了滚, 嗓音微颤。 所以, 你真的移情别恋了。 回答他的只有我平稳的呼吸声。 宋伯茜坐在地板上, 半靠着柜子。 目光落在石青的背上, 没人看得出他现在有多恐慌。 他从十七岁就喜欢上的人, 终于要离开他了。 在断碗挽着他手撒娇时, 在和断碗沉沦的每个夜晚, 在石青发疯咒骂他时, 他都以为他已经不爱石青了。 甚至在上个月的圣诞节, 宋伯茜应酬完, 已经近夜晚十一点。 他想起高三那年的圣诞节, 石青增站在雪地里, 撵着雪花, 被笨重的手套裹住的双手和时许愿。 希望以后每个圣诞节, 宋伯茜都会陪我一起过。 宋伯茜捂住他被冻红的耳朵, 圣诞节, 端午节, 中秋节, 清明节都陪你过。 石青一头黑线地看着他, 为什么要过清明节呀? 宋伯茜哼笑一声, 这都没听出来。 他说这是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里的节日, 他的意思是会永远陪着他。 石青非常嫌弃地看着这位理工男, 春天又不是只有清明节。 你不会说情人节, 还不会说春节吗? 非得扯清明节。 宋伯茜难得被耿住, 说不出话。 镜头转到十年后, 二十七岁的宋伯茜淡淡地对司机倒, 去断碗那里。 他看着窗外飘雪, 自嘲地想, 回去也没意思, 软石青也不会给他好脸色。 断碗见到宋伯茜时很惊喜, 你都好久没来看我了。 他迈着轻快的步伐, 跳到宋伯茜身上, 皱着鼻子嗅了嗅, 你喝了多少啊? 难不难受? 宋伯茜双手扶着他的腰, 看着不同于石青的死气沉沉, 断碗亮晶晶饱含期待爱意的眼神, 他唇边一出一丝笑。 问那么多干什么? 就着这个姿势, 他抱着断碗回了卧室。 一夜沉沦, 压着断碗接吻时, 他却在想, 这样也不错, 也许他是真的不爱石青了, 但现在, 石青真的放弃他了, 他好像又很犯贱地后知后觉, 他好像自始至终最爱的人都没有变过, 一直以来都是石青。 至于断碗, 是新鲜感作祟的结果, 是逃避石青的工具, 更是他自欺欺人的借口。 在这沉寂, 无人窥探到的深夜, 宋伯俭偷偷地想, 如果, 是说如果, 他现在和断碗断了, 石青会不会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在痴心妄想中睡过去, 天不亮我就醒了, 跟宋伯俭现在就算只是睡在一间房里, 都难挨到无法忍受。 没想到宋伯俭比我醒得还早, 时不时的耳鸣, 让我缓了许久才起床。 吃了药打开房门, 正好看到宋伯俭端着早餐放在餐桌上, 怎么不多睡会儿。 他走近, 将我额前的睡法挽到耳后。 我避开的动作 在看到对面房间出来的奶奶时, 硬生生停下。 我没办法配合他的演技表演, 只好笑笑朝奶奶走过去。 今天的宋伯俭格外不正常, 温柔无微不至地让我不适应, 甚至是排斥。 我只好把它归因于宋伯俭的演技, Shotime。 但这还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断碗打破。 早饭吃到一半, 我打开门, 看着门口的断碗, 笑出了声。 我, 我是来问宋总今天的行程安排的。 别搅的理由, 连奶奶都听得出来。 奶奶面无表情, 将筷子掠种地放在桌子上, 一言不发。 请你, 把宋总叫出来一下。 断碗不卑不抗对我道, 我们有工作的事要谈。 我饶有兴趣地点点头, 天头看向宋伯俭。 你的, 蜜, 书, 找你谈工作呀, 宋总。 我站在一旁看好戏, 宋伯俭演也没台, 而是给我的碗成了一碗粥。 今天的工作沉迷已经安排好了。 不需要你, 你可以回去了。 继而看向我, 声音温和, 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回来喝粥。 这两年来, 我打过断碗, 也骂过他, 但从没见过他有脾气的反抗。 这次让我颇感意外, 不需要我了。 断碗眼眶微红, 自顾自走进来, 声音微微哽咽, 是现在不需要我了, 还是以后都不需要我了。 他冰着宋伯俭, 干涩的唇弯了弯, 苦笑着, 我果然没担心错, 你们两个和好了是吗? 那我算什么? 宋伯俭。 奶奶气得发抖, 将手边的碗颤微微砸向断碗。 不知廉耻, 宋伯俭下意识, 伸手挡了一下, 是护他的动作, 和我第一次打断碗时一样。 那次是因为, 断碗揉着声, 炫耀宋伯俭为他做了多少, 说过多少情话。 那时的我还不能很好地沉住气, 将手中的包砸向断碗。 宋伯俭正好开完会出来, 看到这一幕, 毫不犹豫地将断碗护在身后, 抬手挡住我的包, 助手, 软石青。 我什么也听不去, 拼命地砸着两人。 宋伯俭忍无可忍, 扯住我的包, 制住我的动作, 适可而止, 石青。 别把自己变成个泼妇, 我冷冷地注视着他, 不顾自己的狼狈。 怎么, 你们这对狗男女不该打吗? 宋伯俭, 你也是垃圾, 那时的我比起现在的断碗, 只能说有过而无不及。 刻意剪着最狠的话说, 我真的后悔认识你, 我现在只要一想到, 曾经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 都无比恶心。 宋伯俭捏着我的手骤然收紧, 下河绷紧, 四目相接, 他颤着的眼眸昭示着怒火中烧。 几秒后, 他忽然笑了, 甩开我的手, 恢复了以往居高临下的冷静, 甚至含着一丝若有肆无的讥笑, 不是说他不该打, 而是我不让你打, 时轻。 他一瞬不眨地注视着我, 一字一句道, 我会心疼他。 断碗躲在他身后, 无辜地眨了眨眼, 那天, 我在对峙中输得很惨。 宋伯俭捡成功在我眼里看到了痛色, 他满意了, 捏着我的下巴, 欣赏着挥败无力的我, 嘴硬什么呢? 我恶心, 你还不是喜欢了我这么多年, 那是我和宋伯俭针锋相对最严重的一次, 有多恨呢? 那晚, 我在沙发上沉默地坐了一夜, 想着拉上宋伯俭和断碗一起死了算了, 直到现在, 我依旧分不清, 不愿意和宋伯俭离婚, 是因为对曾经的他的不舍, 还是单纯不甘, 宁愿两败俱伤, 也不让他好过。 十二, 我出神了许久, 在扯回思绪时, 宋伯俭刚好出生, 让保姆推着奶奶回了房间, 他沉沉地瞟了断碗一眼, 出去, 先别发疯, 没想到的是, 他没急着反驳宋伯俭, 反而将矛头对向了我, 阮石青, 你是疯了吗? 你老公都跟我睡了多少次了, 你还愿意原谅他, 你见不见啊? 我还没说话, 一直不紧不慢的宋伯俭, 陡然推开椅子起身, 过来将断碗扯开, 我是不是把你惯坏了, 真当自己是我女朋友了? 断碗揪着他袖子, 泪眼婆娑, 轻声反问, 难道不是吗? 宋伯俭笑意浅浅, 却嘲讽未十足, 我什么时候承认过? 断碗闻言彻底哭了出声, 我有些不耐烦了, 打断两人, 你们两个可以出去吵吗? 断碗, 小三永远也没有资格说别人见, 再说了, 我不像你, 贴了眼宋伯俭, 诞声道, 有勇气回收垃圾, 宋伯俭, 石青, 断碗趁机挣脱他的桎, 冲我崩溃吼道, 装什么呀, 软石青, 你现在, 不过是因为得不到宋伯俭, 强装不在意罢了, 以前你是什么嘴脸, 还用我提醒你吗? 他脸色惨白地过分, 露出个猙獰的笑, 看到我和宋伯俭亲密, 极度疯了吧, 他为了我一次又一次抛下你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难过呀? 每一次你的独守空房, 我们都坐到凌晨, 知道吗? 宋伯俭制止他, 断碗, 闭嘴, 我定定看着他, 随即利索地甩了一巴掌, 头晕脑胀疼得甚至反胃, 我闭了闭眼, 才开口,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你实在觉得骄傲, 可以下次把你们两人的经过录下来, 放在公司大屏幕上, 宋伯俭脸色黑沉如水, 警告意味明显, 断碗, 你大可以继续说下去, 那不如也好好想想, 你在国外赌得血本无归的弟弟, 还有没有命回来? 断碗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像是差点站不住般, 亮呛了一下, 宋伯俭, 你为了他威胁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哭喊着, 为什么你突然就变了? 断碗情绪异常激动, 他正想再度开口时, 忽然顿住, 接着捂着肚子, 瘫坐在地上, 断碗, 宋伯俭立刻蹲在他旁边, 肚子疼, 断碗有气无力, 宋伯俭才察觉事情的严重性, 抱起他, 外套都没穿, 就匆忙出了门, 门关上的下一秒, 我跑回卫生间, 将早饭都吐了出来, 其实, 宋伯俭如果在离开前, 哪怕回头看我一瞬, 就能发现, 我比断碗更虚弱的神色, 我竖碗口, 抬头对着镜子里毫无血色的自己, 一笑, 幸好啊, 差一点就漏线了, 我服下止痛药, 沉默地看着又要见底的药瓶, 才发觉最近每天吃止痛药的频率越来越高, 医生官方委婉的话, 犹如昨天才听过, 虽然脑膜瘤不是癌症, 但它存在的位置加上大小, 手术的希望也很渺茫, 我正在计算自己还有多少天活头时, 手机短信提示音响起, 一个陌生号码, 什么也没说, 只发了张照片, 是张运简单, 半晚怀孕两个月了, 我靠在床头笑了, 颤动时沉重的头又如同针扎般疼了起来, 窗外枯萎的枝丫光秃秃的, 且脆弱不堪, 一只麻雀在此短暂停留, 又借力振齿离开时, 彻底断裂, 它到底是没熬过这个冬天, 宋伯俭又是一夜没回家, 我乐得清闲, 刚好有空去医院看看齐之缘, 它情况不太好, 已经到住院的地步, 我陪它去住院部楼下散步, 齐之缘依旧乐观, 只是活力不在, 姐姐, 你有好好接受治疗吗? 我笑笑, 只是说, 医生说过, 我治愈的希望很渺茫, 它停下脚步, 病弱的气息并未感染到它坚毅的眼神, 那也是有希望的, 不是吗? 即便是现在, 我也非常, 非常珍惜每一次治疗机会, 它抬起手的动作很慢, 像是需要消耗很大力气, 最终落在我头上摘去落叶, 温柔的效力像是蕴含着生命力, 所以也请你不要先于身体放弃自己, 我正正地看着它, 大概是被齐之缘感染了, 我有一瞬动摇, 但随即被熟悉的嗓音打断思绪, 把你的手从我太太身上挪开, 我和齐之缘同时回头, 宋伯俭站在不远处, 冷漠的眉眼为他增添了一分不易近人的疏离感, 为防宋伯俭误会, 对齐之缘不利, 我简言告别, 阿缘, 你先回病房休息, 我下次再来看你, 齐之缘有些担心, 你能应付吗? 姐姐, 我眼见宋伯俭已经走了过来, 随即点了点头, 催促道, 快回去, 我跟他认识, 齐之缘一步三回头地往住院楼走, 宋伯俭已经走到面前, 男人唇边挑起若有若无的笑, 眼里却反差地不带丝毫温度, 阿缘, 这么亲密, 你对我只有认识这种层面的介绍了吗? 不难猜到宋伯俭出现在这里的原因, 段婉在这家医院, 我也没惯着他, 笑着反问, 宋总这么有空, 也不担心你离开一会儿, 段婉不能独立行走, 滑胎了怎么办? 宋伯俭笑缓缓连起, 他物地扼住我的手腕, 将我拉进他身前, 这么关心段婉, 那我是不是也该礼尚往来, 关心关心你姐弟恋的这位弟弟, 宋伯俭眼眸惠莫如深, 咄咄逼人, 阮世青, 你不是也耐不住寂寞找了别人, 我们是一类人, 一样烂, 我似乎感受到了宋伯俭的情绪决定, 我们很配不是吗? 他轻笑着, 我反悔了, 为什么要离婚? 我们这种人就该一辈子互相折磨, 这一刻, 我忽然觉得, 我仿佛从未认识过宋伯俭, 你别发疯, 宋伯俭放开我, 现在的我完全没有力气去挣扎, 宋伯俭充耳不闻, 反而把我拽进他车里, 他跟着坐进了后座, 将我抵在玻璃上, 语气是克制不住地运怒, 他一看就快要死了, 对不对? 宋伯俭将我的手摁在他胸膛上, 老婆, 你告诉我, 他一个快要死的人, 有什么值得喜欢的? 嗯, 我艰难地扯了扯唇, 想说些什么, 但视线内一片模糊, 那股熟悉的眩晕感, 再次涌了上来, 时清, 时清, 耳边是宋伯俭仓皇的声音, 我却没力气应答, 彻底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我看到熟悉的病房, 并不是很惊讶, 失去意识前一刻, 我已经料想到了, 病情是瞒不住的, 宋伯俭背对着我站在窗前, 护士正在给我换书液瓶, 很快, 病房只剩下我们两人, 宋伯俭回身, 神色平静温和, 饿不饿, 想吃什么, 我让人去买, 我半靠在床头, 兴慰盎然地看着他, 语调轻松, 看来你知道我快要死了, 先打算从吃的方面补偿我, 下一步呢, 宋伯俭, 再给我买几件好看的衣服, 记得帮我把兽衣一起买了呀, 宋伯俭伪装的镇定终于被打破, 他半跪在我病床前, 去握我的手, 不住地摇头, 也不知是在安慰我, 还是安慰他自己, 别说这种话实清, 我派人去请最顶尖的医学教授了,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静静地看着, 他不停地说, 眼眶渐渐泛起红, 我爱你老婆, 我爱你, 他语速越来越快, 等你痊愈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我们不离婚,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眼泪尽湿他的眼尾, 宋伯俭将我手握得紧紧的, 像是试图抓住什么即将消散的东西, 实清, 你能不能再看看我, 我看不清宋伯俭, 或者说, 我看不清这个世界对爱的定义, 宋伯俭说他爱我, 但我不懂, 他已经不爱在家抱着忐忑的心等他回家的我, 也不爱曾经对他满眼爱意的我, 现在却对着已经死心命不久矣的我说爱, 好在脑袋里这个流子没让我变傻, 我淡淡地点出了他的脆弱点, 那断碗肚子里的孩子, 你打算怎么办, 把断碗养在外面, 还是让我当他孩子的吗? 我将话说得恶毒, 一次又一次挑战他的底线, 但气馁地是, 我这样, 心里却没有一点快感, 宋伯俭的回答出乎我意料, 他说, 昨天一整天在医院就是为了告诉断碗, 他不要这个孩子, 如果断碗值一生, 他也是绝对不会认的, 我顿住, 没想到宋伯俭会做到这个份上, 我只要我和你的孩子, 宋伯俭说这话时, 没有看我, 似乎也觉得现在的自己说出这话都很荒唐, 事实也确实如宋伯俭所预期的那样, 断碗的孩子没保住, 本来前两天住进医院就是因为受了刺激, 情况不稳定, 加之这两天宋伯俭逼他打掉孩子, 他彻底精神崩溃, 在两人再次争执中, 他还是意外流产, 断碗最终也没落得好下场, 多重打击下, 他已经出现了精神问题, 不出意外, 他的余生归宿是精神病医院, 奶奶快不行了, 在宋伯俭去公司的间隙, 我办理了出院, 奶奶躺在床上, 掩掩一息, 我半跪在他床前, 轻拾起他瘦骨临寻的手握住, 他声音低弱且含糊, 却依旧柔和, 青青为什么脸色这么差, 是不是生病了, 鼻腔涌上一股酸液, 我摇了摇头, 从前, 我盼望着你和阿简能和好, 一直希望你能给他个机会, 他缓缓回握住我的手, 但奶奶发现, 青青好像过得太不开心了, 是奶奶自私, 不该, 不该一昧地将你们绑在一起, 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停顿休息一下, 现在, 奶奶只希望你能选择自己想过的生活, 阿简不值得, 是他对不起你, 不要, 为了他惩罚自己啊, 我后知后觉, 奶奶也知道我的病情了, 我任由眼泪滴在他手背上, 一遍一遍低声叫他, 想留住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对我好的人, 他轻颤着拍了拍我的手, 接受治疗吧, 孩子, 不要, 放弃自己, 他浑浊的眼里包含了太多情绪, 似乎还有更多劝勉的话没有说, 但时间已经不允许了, 宋伯俭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回头时, 他已经在门口站了许久, 宋伯俭进去说话时, 我坐在沙发上回想着奶奶的话, 不要放弃自己, 齐之源也说过这话, 请你, 不要先于身体放弃自己, 有些荒诞的是, 说这话的两人, 病情都远远比我严重, 可能正因如此, 它们比现在的我更懂得生命的价值, 还有几天就是春节了, 但奶奶终究没有赶上新的一年, 这个春节过得浑浑噩噩, 奶奶葬礼办完后, 去看齐之源的路上, 还能隐隐约约听到不远处电子礼炮的声音, 我现在的状况已经不适合开车, 宋伯俭派了辆车送我去医院,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我误会你了时清, 你跟那男生没关系, 他嗓音低哑, 夹杂着多日的疲惫, 我也没有经历再出言讽刺, 沉默递上了车, 推开病房门时, 却愣在了原地, 阳光打在他灰白毫无生气的脸上, 旁边遗弃记录着他的生命体征, 病号伏下的胳膊瘦得几乎皮包骨, 他慢慢抬起手, 透过指缝去看太阳, 阿元, 男生回过头, 对我惨淡一笑, 姐姐, 我好想活下去啊, 我想, 大概就是因为齐之源这句话, 最终让我本来动摇的心, 确定了下来, 我虽然答应宋伯俭接受手术, 但始终抱着消极的态度, 毕竟他请来的最顶尖的医生团队都说, 手术成功概率不大, 就算手术成功, 我也很有可能因此成为植物人, 我已经很久没有跟宋伯俭撕破脸了, 但那天是他得寸进尺, 手术前两天, 宋伯俭忽然提起以前, 他将我早已摘下的婚戒翻了出来, 擦干净放在我手心, 十七岁的宋伯俭的愿望是永远和软石倾在一起, 二十七岁的宋伯俭愿望不变, 我看着手心的戒指, 在看向他, 书弟将戒指砸在他身上, 你给我滚,宋伯俭, 你永远没有资格拿现在的你跟以前比, 这么肮脏的人, 怎么有资格玷污我的白月光, 彻底放下宋伯俭的一个畸形因素, 是我将现在的他和以前的他彻底区分开来, 完完全全荡成了两个人, 宋伯俭沉默地捡起戒指, 很爱惜地擦了擦, 放回自己兜里, 我冷吃了一生, 装模作样, 直到手术当天, 他也没有再靠近我, 始终站在不远处, 有条不紊地安排着一切, 但在即将被推进手术室前, 宋伯俭不顾我的冷言冷语, 去握住我的手, 无助地哽咽, 求你, 石青, 活下来, 我闭上眼, 却荒唐地想, 如果真的有重生, 那死在手术台上也不错, 十七岁的宋伯俭, 在我心里无人比拟, 是旧熟的具象画, 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但如果能重来一次, 我不想再遇见他了, 翻外, 阮石青是在两年后醒来的, 他花了大半天时间, 才将脑海里的信息虫新接受一遍, 再串联起来, 宋伯俭就是这个时候到的, 石青, 阮石青没急着接话, 眼前的人和记忆中的人差别太大了, 比以前瘦了许多, 且, 现在的宋伯俭头发微乱, 身上隐隐带着酒气, 衬衫扣子扣错, 这是以前的他绝不会犯的错, 他想靠近, 却又无措地停下, 我, 我先去换个衣服, 再来看你, 宋伯俭迫不及待, 隐藏好自己不堪的一面, 竭力完善自己的光鲜亮丽, 试图重新走到阮石青面前, 陈秘书被宋伯俭留下来照看阮石青, 他先是恭喜他手术成功, 紧接着忧心地叹了一口气, 太太, 你醒了就好, 现在除了你, 已经没人劝得动宋董了, 阮石青示意他继续说, 这两年, 因着你一直没醒来, 宋董为此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他抽烟的频率越来越高, 酗酒, 还有似乎碰过不该碰的东西, 阮石青倒是很意外, 宋伯俭变化这么大, 但他认为那不是因为他, 而是他不肯原谅自己而已, 挣脱不开混沌的原因在自身, 我送他去看过一次医生, 说他身体已经远不如前, 再这样下去, 沉迷言语间有些不忍, 可能没几年了, 不知道为什么, 他这次醒来, 对宋伯俭的感情, 无论是恨还是不甘, 都淡了很多, 甚至是忽略不计, 所以阮石青才能再听到这番话后, 唯一想到的是, 他和宋伯俭还没离婚, 他死了, 他可以继承他全部财产, 宋伯俭在出现在他面前时, 有些罕见的拘谨, 他想见阮石青, 但又害怕他提离婚, 他还没有想好对策, 好在阮石青也没提, 我在芬兰买了一个岛, 等你复建好了, 我带你去, 好不好, 宋伯俭低声哄道, 俯身正想将一个稳落在 阮石青额头时, 被他不动声色避开, 宋伯俭, 不如先照顾好你自己, 现在的你看起来, 远不如从前, 他虽然将话说得含蓄, 但眼里的笔薄是藏不住的, 天之骄子的宋伯俭, 很少出现自卑的情绪, 这是罕见的一次, 那天他落荒而逃, 在卫生间的镜子里, 看着自己眼底的乌青, 灰暗的双眸, 还有下巴的轻炸, 他无声地问自己, 这样的他还配不配得上阮石青, 自此, 他开始戒掉一切恶习, 试图找回曾经的宋伯俭, 另一边的阮石青, 不免觉得好笑, 他也没说什么, 他就那么敏感, 阮石青日夜坚持做复健, 也没注意到宋伯俭很久没来了, 直到沉迷的一个电话, 太太, 宋董自杀了, 阮石青顿住, 医生最后判定结果说, 不是自杀, 是无数次割腕自残, 伤口越来越深, 是因为失血过多死的, 沉迷又开始替宋伯俭表达深情, 他, 他是为了跟你好好过日子, 男人眼底运着悲伤, 他想短时间内戒掉所有恶习, 但抑郁发作的时候, 他没有可以麻痹自己的东西了, 只能选择自残, 阮石青没听懂他的话, 宋伯俭的死, 是想怪在他身上, 还是怪抑郁症, 沉迷见他听不进去, 重重叹了一口气, 便离开了, 七天后, 阮石青坐着轮椅, 去了趟墓园, 他看了奶奶, 也看过了在他手术后, 没挺过去的骑之缘, 宋伯俭没有葬在这里, 阮石青坐在宋伯俭的车里, 用着宋伯俭的司机, 但司机不再称呼他为宋太太, 而是阮女士, 他百无聊赖地扫视着窗外飞快掠动的景象, 直到一片梨花瓣粘在窗户上, 他不由地想起, 他和宋伯俭的初遇, 就是在学校里的那棵梨花树下, 但无论他怎么费力回忆, 也再也想不起少年时的宋伯俭眉眼中的意气风发, 阮石青明白, 他是终于解救出被困诱在十七岁的自己。